第二千九百八十九章天无苍之围 他们的出现的那一刻 立即被执法联盟围起来 我们是来找柳公子的 并无侵犯仙界之意 这次魔族一共来了七名高手 五名魔皇 两名魔帝 如今魔帝境 在仙界已经翻不起大浪了 你找我家主人做什么 携认身体一晃 落在七名魔族面前 出言朝他们问道 关于天无苍圣子的事情 请你们立刻带我去见柳公子 去晚了 天无苍圣子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 领头的这名魔族往前一步 一脸恭敬地说道 我家主人不在仙界 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确定 携认摇了摇头 主人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至今没有返回仙界 听到柳无邪不在仙界 七名魔族相互对视一眼 他们没于紧锁 看来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 你们跟我说一样 等主人回来了 我会第一时间转告他 携认沉吟了一下 对着他们七个说道 这件事情只有柳公子能解决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 七名魔族并未说出什么事情 打算等柳无邪回来后 亲口对他说 见魔族不说 携认并未强迫 带着执法队离开此地 留下一人负责监视魔族的一举一动 以防他们做出威胁人族的事情来 柳无邪穿梭于浩瀚的宇宙 一日之后 回到了仙界 当抵达天道会 还没来得及跟家人打招呼 邪任就找到了自己 主人 有七名魔族 说有急事找您 必须要见到您才肯说 邪任化为青年男子模样 一身黑衣 面孔如同刀削一般 极其冷酷 魔族找我 柳无邪皱了皱眉 他跟魔族好像没有什么交集了吧 他们就在沧海城 邪任点了点头 知道了 柳无邪挥了挥手 事已知道此事 属下告退 邪任弯腰鞠躬 从主人院子里面退了出去 柳无邪换了一套衣服 走到隔壁的院子 柳轩正在修炼 父亲 见到父亲 柳轩立即放下手里的兵器 扑到父亲的身上 母亲啊 在柳轩脸上亲了一口 随后将他放下来 母亲正在修炼 不让人打搅 柳轩到了仙界后 修炼更加刻苦了 丝毫看不出来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童 既然徐灵雪正在修炼 柳无邪没有过多打搅 他们从凡界上来 深知仙界的恐怖 不想给自己拖后腿 进入仙界后 每个人都卯足了进修炼 想要见他们一面 非常之难 又去慕容仪的院子一趟 柳轩竟然拜了原天为为师 迷上了作画 见到父亲 柳轩连忙跑过来 在父亲怀里腻歪 父亲 你看我画得好不好看 柳轩蹦蹦跳跳 从父亲怀里蹦下来后 拿出一幅刚做好的画 请父亲鉴赏 画得真不错 你想要什么奖励 父亲都答应你 看着柳轩的话 柳无邪脸上堆满着笑容 只要自己能做到的都答应小柳轩 被柳轩 他一直严厉要求 一刻不让他放松修炼 被柳轩又是一副态度 更多的是溺爱 我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父亲多陪陪我跟娘亲 小柳轩非常地乖巧听话 知道父亲很忙 不想耽误父亲的时间 只祈求父亲多陪陪他们就行 父亲答应你 一有时间 我就过来陪你们 柳无邪一阵内疚 虽然跟家人团聚了 但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却少得可怜 严格来说 他这个做父亲的 并不称职 陪柳轩玩耍了一段时间 柳无邪这才离开天道会 朝沧海城掠去 新名魔族已经在沧海城等了一天一夜了 他们焦急万分 搜 柳无邪陡然落下 降临在魔族居住的院子 见过柳公子 见到柳无邪 七名魔族纷纷单膝跪地 一脸敬畏之色 你们找我所为何事 柳无邪扫了一眼他们七个 领头的魔族叫巴里特 之前就有过交集 他们都是天无苍的部下 忠心耿耿 请柳公子救救我们圣子 巴里特一副哀求的语气 让柳无邪救救天无苍 你们圣子怎么了 听到天无苍有难 柳无邪皱了皱眉 虽然上次离开魔族的时候 两人恩断一绝 从此各不相欠 但有些东西 真的可以割舍吗 如果自己有难 他相信天无苍一定 义无反顾前来相助 你还记得今世皇朝的事情吗 当日我们退走后 圣子带着魔本回到了魔界 得到魔本指点 圣子修为土飞猛进 就在一个月前 圣子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魔本竟然借助指点 圣子修为之计 蚕食圣子体内的诅咒之体 用于帮助自己提升修为 巴里特快速说道 你的意思 天无苍遭到魔本反噬了 柳无邪听懂巴里特话语中的意思了 魔本指点天无苍修为 并未安好心 目的是蚕食天无苍的诅咒之躯 囚禁今世皇朝无数年 魔本虽然重获新生 但体内的恋神法则断裂太多了 修为终生难有寸境 如能吞噬天无苍体内诅咒之体 不仅能修复他体内的法则 还能让他突破到恋神似境 恩 圣子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最多三五天 圣子将彻底被魔滚占据 巴里特一脸无奈地说道 难道你们魔族就不干涉吗 天无苍可是你们魔族圣子 那些部落高层 为何不站出来阻止 任由魔滚吞噬天无苍的诅咒之躯 柳无邪一脸愤怒之色 天无苍可是仅存的圣子之一 在魔族地位应该极高才对 一言难尽 魔族高层已经知道 天无苍圣子跟你之间的关系 如今天无苍圣子 已经被边缘化了 况且魔滚实力强大 就算有高层想站出来 也有心无力 巴里特说完叹息一声 柳无邪的身份 天下皆知 包括他在凡界种种事情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魔族现在整体实力如何 柳无邪压制内心的冲动 没有贸然前往魔界 而是朝巴里特问道 如今修为最高的海誓魔滚 无限于接近恋神四境 十名部落首领 修为基本在恋神二境左右 巴里特不敢隐瞒 如实说道 仙界距离天书最近 仙朝爆发的区域同样在仙界 所以仙界接收到的天狱法则 也是最多的一个未念 目前来看 仙界的整体实力 已经排到了三千世界之首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前往魔族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决定帮助天武苍 之前幽魔灵 没有天武苍 他已经死于千山交他们之首 这份恩情 他永远记在心里 如今天无苍有难 他不能坐视不理 将巴里特他们收进镇魂印 纵身一跃 离开了仙界 朝魔界掠去 以他现在的速度 半日就能抵达魔界 离开之前 给木天梨发了一条资讯 通知自己的去向 半日之后 抵达魔族金币 大手一撕 魔族金币裂开 进入魔界 里面的空间法则 要比几年前兼顾了好几倍 受到天狱法则的影响 各大未念每天都在变化 天武苍在什么地方 进入魔界后 将巴里特他们放出来 让他们带路 在部落总部 如今魔族有魔本掌管 巴里特如实说道 我知道了 你们自己赶路吧 柳无邪说完 消失在原地 让巴里特他们自己赶路 此刻魔族总部 聚集大量的魔族强者 当年魔帝前往恋神海修炼 随着天地大劫到来 魔帝从恋神海归来后 将十大部落全部整合 由他一人管辖 凯撒大人 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天武苍可是收到了天狱的接引 哈尔摩皇站起来 对着魔帝大人说道 各大未念天骄 陆陆续续收到天狱接引 他们魔族也不例外 其他九大圣子 全部死去 唯有天无苍圣子活下来 他身怀诅咒之躯 获得天狱青睐 倒也正常 哈尔摩帝 难道你忘了 你儿子是怎么死的吗 天无苍跟柳无邪 可是兄弟关系 当年如果不是天无苍 放走了柳无邪 我们魔族怎么会如此被动 早就将柳无邪斩杀 过斯摩帝站起来 脸上表情扭曲在一起 他的儿子 也是被柳无邪杀死 想起儿子被杀的一幕 旧恨的牙齿都痒痒 这次魔滚吸收天无苍体内的诅咒血脉 十大摩帝全部选择了沉默 包括被撕在内 天无苍可是他一手提息起来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魔界不能跟天狱取得联系 对我们魔族来说 同样损失不小 哈尔摩帝说完跟着一起站起来 他恨不能柳无邪赶紧死 但为了魔族大业 只能选择隐忍 我不同意哈尔摩帝 我们魔族人才几几 又不止天无苍一个 用不了多久 天狱还会有街影降临 卡门摩帝打断了哈尔摩帝 从大局上出发 哈尔摩帝没错 但天无苍跟柳无邪之间的关系 绝不允许天无苍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卡门摩帝说得没错 我们魔族人才几几 多一个天无苍不多 少一个天无苍不少 眼前要紧的 还是让魔滚大人赶紧提升到恋神伺径 麦亚斯摩帝站起来 支持卡门摩帝 第2990章在遇魔滚 坐在一旁的泰勒摩帝 麦卡西摩帝 卢克斯摩帝他们 一言不发 仙界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凯撒看了一眼十大摩帝 平静地朝他们问道 天子联盟不久前覆灭 少数余孽逃出仙界 苟且偷生 仙界不少天骄 陆陆续续收到天狱接引 离开仙界 前往天狱发展 爱拉摩帝站起来 汇报仙界的状况 由柳无邪下落吗 凯撒摩帝朝爱拉摩帝问道 柳无邪好像离开仙界了 去了哪里 暂且不知 爱拉摩帝继续说道 大殿陷入沉默 如今各大未圆面 都在加速发展 他们摩戒也不例外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响彻整个摩戒 顿时间 大殿尘土飞扬 十大摩帝还有凯撒摩帝他们 直接被掩埋其中 何人冒犯我魔俗 凯撒摩帝一个泵舍 从废墟中掠出来 炼神海这些年 他成功突破到炼神三境 修为虽然不如天都大帝他们 却也不可小觑 麦雅斯摩帝 卡门摩帝他们 趁着天地大劫到来之际 纷纷突破到炼神境 如今各个修为强大 柳无邪傲立苍穹 刺骨的寒芒 横扫四周 让魔滚滚出来受死 柳无邪声音犹如天雷一般 震得那些普通魔族 纷纷到地不起 承受不住阴波的冲击 这个时候 其他十名魔帝纷纷从废墟中钻出来 当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十大魔帝一脸震撼之色 柳无邪 你竟敢跑到魔族来撒野 今天就是你的死骑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十大魔帝双目喷火 尤其是麦卡锡魔帝 当年柳无邪就是潜入麦卡锡部落 才将魔族脚的天翻地覆 后来魔族各大圣子前往金氏皇朝 最终只有天无苍一人活着回来 其他圣子尽数死于柳无邪之手 让魔滚滚出来 柳无邪没时间跟他们浪费口舌 他前来目的 是营救天无苍 小小的恋神二镜 也敢在他面前放肆 就算是恋神四镜出奇 他也不放在眼里 放肆 竟敢直呼魔滚大人之名 刚特魔帝一个蹦射 一镜魔拳 朝柳无邪迎面而至 说出手就出手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面对刚特魔帝的攻击 柳无邪无动于衷 任由他的全境冲向自己 无愧是恋神二镜 实力深不可测 垃圾一样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崩塌 柳无邪陡然挥拳 一股狂暴的力量 席卷四周 冲过来的刚特魔帝 意识到不妙 正要后退 发现自己的身体 无法动弹了 同样是恋神二镜 柳无邪的修为 不知道要比他强横多少倍 哼 刚特魔帝还没做出反应 身体直接炸开 别柳无邪一拳给打爆了 堂堂恋神二镜 放眼三千世界 也是顶级强者了 但在柳无邪面前 连一招都支撑不下去 就被活生生打死 看着消失的刚特 剩下九名魔帝 以及凯撒魔帝 一脸惊恐之色 大家一起上 凯撒魔帝很快反应过来 骇然的恋神三镜之势 直逼柳无邪而来 冥完不灵 既然他们找死 那自己就没有必要 手下留情了 身体一晃 出现在各大魔帝中间 混圆顶 柳无邪祭出天舞神宝库中 获得的那尊神鼎 这段日子 花费了不少时间 终于将这尊鼎炼化 炼化的时候 从鼎的深处 看到混圆两个字 应该是这尊鼎的名字 一言星火瞬间蔓延而出 点燃了整个空间 柳无邪目的很简单 将所有魔帝全部炼化了 混圆顶不仅能炼气 同样能炼丹 还是一门攻击性极强的法宝 砰砰砰 混圆顶不断旋转 首当其冲的是麦卡锡魔帝 弄插 麦卡锡魔帝身体炸开 化为一团血肉 被混圆顶吸收进去 经过地言星火炼制之后 化为一颗魔丹 柳无邪大手一招 魔丹落入掌心 直接丢入口中吞服下去 得到魔丹的滋哑 肉身力量顿时暴涨 其他魔帝吓得瑟瑟发抖 竟然朝远处退去 通通给我死吧 既然出手了 柳无邪就没打算放过他们 杀一魔是杀 杀一群也是杀 正好杀光他们 以后魔族交与天无仓打理 混圆顶还在不断冲击 一个接着一个死去 那些普通的魔族 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顷刻之间 十大魔帝 除了贝斯魔帝跟凯撒魔帝 其他全部被混圆顶斩杀 不杀贝斯魔帝 柳无邪还有其他用处 凯撒魔帝乃魔族之手 也是修为最强大的一个 看着自己的部下被柳无邪斩杀 凯撒魔帝心都在滴血 柳无邪 你为何要这样做 凯撒魔帝双目喷火 怒斥柳无邪 让魔滚滚出来 柳无邪没有解释 人魔不两立 他们之间已经不死不休 何必继续废话 魔族死的再多 他也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些年魔族不知道斩杀多少人族 为了天武苍 跟我们魔族全面开战 真的值得吗 凯撒魔帝双拳紧捏 身上气势不断攀升 打算跟柳无邪同归于尽了 只要杀了柳无邪 魔族还能重新崛起 全面开战 柳无邪发出一声讥笑 你们魔族配吗 说完柳无邪不再留守 一掌朝凯撒魔帝拍下 骇然的气息 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稳滚气浪 压迫的凯撒魔帝呼吸都很困难 面对柳无邪这一拳 凯撒魔帝必无可避 只能选择迎战 轰 凯撒魔帝刚凝聚出来的力量 轻松被金氏神拳碾碎 身体狠狠砸进废墟之中 告诉我 魔族身在何处 当才鬼谋查看过许多区域 并未找到魔族下落 一个泵射 柳无邪落在凯撒魔帝面前 大脚踩在他的胸口上 呼 凯撒魔帝口喷鲜血 脸色萎靡 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 杀了我吧 凯撒魔帝心如死灰 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只要魔滚大人还在 魔族就有希望 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吗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容 强横的神势 进入凯撒魔帝的魂海 自始至终 被司魔帝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顿时间 大量的记忆 犹如潮水一般 涌入柳无邪的魂海 只用了斩查功夫 就清除了魔滚的下落 竟然不在这里 寄出吞天神鼎 将凯撒魔帝吞噬进去 身体一晃 朝远处掠去 场中只剩下一脸无措的 被司魔帝 看着曾经的同僚 一个个消失 一丝悲戏涌上心头 哀 被司魔帝叹息一声 开始整理战场 柳无邪速度极快 瞬息之间 站在一座巨大山峰面前 这里是魔滚的老巢 从今是皇朝回来后 魔滚就驻扎在这里 天舞苍每日都会过来接受魔滚的指点 魔滚 滚出来 柳无邪寄出裁决剑 凌空劈砍下去 偌大的山峰 一分为二 被柳无邪硬生生地劈开了 正在洞府中修炼的魔滚 无比恼怒 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再有几个时辰 就能彻底剥夺天舞苍体内的诅咒之躯 偏偏这时候有人前来打断 修炼被强行打断 只能从洞府中掠出来 一个泵射 化为一根黑不溜秋的棍子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是你 魔滚一个斗转 幻化出一名黑衣老者 跟金氏皇朝幻化出来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要比金氏皇朝更加阴厉 气势更盛 你竟敢剥夺天舞苍体内的诅咒之体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金氏皇朝的时候 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就未必了 这一年多来 自己修为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更是获得裁决七世 以及混元顶等虑天之宝 当日金氏皇朝没能杀你 今日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柳无邪修为在找 魔滚的实力 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借助天地大劫 加上剥夺天无苍体内一部分力量 已经迈入恋神四境出奇 柳无邪举起裁决键 对战魔滚 不敢大意 本打算借助黑子 想想还是算了 借助外力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自己不敌 再让黑子出手也不迟 当柳无邪举起长剑的那一刻 魔滚眼眸中流露出凝重之色 他惧怕的不是裁决剑 而是柳无邪手里的打神鞭 当年在金氏皇朝 就是吃了打神鞭的亏 才让柳无邪活着逃出去 打神鞭主要是鞭打元神 魔滚实力强大 绝对不会站在原地 任由自己抽打 战把柳无邪战意标增 刚才鬼魔扫了一眼山峰 发现天无仓除了气息较弱 身体站且没有大碍 确定天无仓没有生命危险后 一颗心放下来 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去 搜 被司魔帝出现了 因为对柳无邪出手 而是朝山峰略去 进入魔滚的洞府 将天无仓抱起来 掠到仓穹后 朝柳无邪点了点头 抱着天无仓消失在原地 天无仓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却需要及时救治 不然会留下病根 被司带天无仓离开 显然是带他疗伤去了 魔滚化为本体 又是一根漆黑的棍子 朝柳无邪拦腰扫来 奇快无比 恐怖的恋神似尽之事 让柳无邪呼吸为止一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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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